Anson Lo最新的MV Hey Hey OK的拍攝地 我最不捨得進來這個景 哇 真的很漂亮 一個是橙色 一個是藍色 好香啊 好香啊 它是獲選為日本白景之一 今天真的很好看 所以很值得 來到沖繩 一定要吃Bruiseau 還有這間有美景 入夜後的美國村 有點像小型的拉斯維加斯的感覺 啊 爽 是斜了一點 超大的 我和大家遊玩一下 像樹屋一樣 有一條海岸線 沖成海 難得有一個這麼大的露台 當然是斜了煙花 我們最後一天在宮古島來到這個沙灘 這個沙灘在CVV後面 類似私人沙灘 其實所有沙灘都是日本政府 好人的 現在看10個大樓 因為今天是放完長假 其實一天大部分的日本人去工作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幸好 因為我們吃早餐時是天陰陰的 現在就好有太陽 阿Viu的頻道已經過了7000訂閱了 希望快點到一晚可以跟大家聊聊 記得按下小鐘 每個星期有新片會通知你的 多謝支持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些沙 這些沙其實呢 很有細的 挺有細的 今天的水很冷 我們來看一下水 很重啊 重到我身平衡 哈哈哈哈 接著下來的行程呢 就去到這個海上樂園了 有看到很多人在玩海上活動 而我們就選擇了行山 給大家看一下下面 整個沖繩的海都是這麼淺藍色的 很棒 這裡好 雖然呢 觀眾未必看到我再近一點點 Enoki Yahashi 就是那個橋的名字了 有一個小的山 爬一爬 那就有個觀景台 有點傻氣 但是呢 為了大家 我上來了 來吧 給大家看 哇 好漂亮啊 那在橋旁邊呢 就會有個小檔 有啤酒和冰 那現在去吧 這間店鋪呢 就主力吃刨冰和一些輕食的 那我來到呢 因為真的天時暑熱了 剛剛走完山呢 體感溫度33-35度 好熱啊 出汗了 那所以呢 一定要來吃刨冰 是即叫即整的 那我們就叫了兩個味 一個是橙色 一個是藍色 我自己呢 就是吃藍色的 杜杜 嗨 先試一下吧 很美啊 它有些波士味 還有煉奶味很香啊 它跟我平時吃的 日本沙冰不同 因為平時的日本沙冰 不是很夠果汁的 這個果汁是夠的 我覺得它有調味煉奶 加煉奶就600日圓 不加煉奶就500日圓 好 林輝去沖繩 差不多最後一個景點了 來到這個島的最端端 就叫做東平安明期 是有個燈塔 還有剛才開車 就會有兩個風車 這裡是很適合拍照打卡的 東平安明期呢 就是Anson Lo最新的MV HeiHeiOK的拍攝地來的 因為反權問題 我只放幾秒給大家觀賞 東平安明期呢 在一個長型的海峽 位於宮古島最東端 長度達2公里 它是獲選為日本白景之一 同時亦都被列入 國家史籍名勝天然紀念物之一 宮古島其中一個最盡頭的地方 燈塔 還有今天真是好好見 所以是好值得來的 Nice 好了來到東平的燈塔 就是這個燈塔 爬斜向過來 3分鐘左右 沿途也有很多東西拍的 這裡就是平安明期的燈塔 如果大家想去到塔的塔頂 就要給300日圓的 那300日圓就會在這裡 參觀時間九點半 去到四點半就可以上塔頂了 現在在這裡 很近台北 石環島百多公里 去沖繩拉伯279公里 現在我們就飛回去沖繩玩了 但是真的很不捨得這間 這間我很推薦大家來 就是Sea Wood的resort 我最不捨得進來這個景 真的很漂亮 整間朋友來 兩間雙連的房間 大家可以看上一集 或者B-Roll 多拍一點 然後我們去搭飛機 好了 我們在美國村了 現在就去他們的 美國村海灘 看看沙灘 看看能否遇到的日落 這個就是一個beach的Hotel 哇 這裡真的很多外國人 感覺跟其他日本是很大分別 很多外國人 像外國的海灘 原來我戰士下面才發現 美國村這裡是很多隱藏的Pokémon打卡景點 那我現在後製就做一點點給大家看看 走著走著就發現了一個地方是Christmas Land 整個地區都是用聖誕做主題 還有一間店是賣一些聖誕的裝飾 即是一年四季 你想買一些聖誕的東西 都可以在裡面找到 跟大家shopping一下 我們現在是夏天的時間 它是賣聖誕的東西 一年四季都是賣聖誕的東西 大家是認識的 來到沖繩一定要吃Bru Silt 因為只在沖繩才有 還有這一間有美景的 我吃到一些啫喱 最棒的是雪糕上面有個軟雪糕 那軟雪糕上面我就吃了一些 芋頭的雪糕 加雲尼納雪糕 那這個雪糕很滑 宮古島的期間限定 好養長 給我提示大家 大家六點鐘的時候來這裡 Christmas Land 2樓 Blue Shell Ice Cream 慢慢吃雪糕看日落 這裡其實很多東西買 好棒 Blue Shell Ice Cream 上多一層 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又是看日落 所以這裡的打卡位其實很多 可以先看這個地平線 可以看日落 不過今天 暈比較多就拍不到 入夜後的美國村 有點像小型的拉斯維加斯的感覺 有很多商店 很多餐廳 夾公仔 保齡球場都有 還有真的很多外國人在這裡 踩板 就是喝酒 是很熱鬧 很棒的 好了 我們來到這間 就吃這個 黑毛和牛的漢堡包 還有第一餐 還有我會叫這個 啤酒的 第一次來沖繩喝它 Oregon 它沒有杯給我 乾杯 它比較想像淡味 因為我香港其實很喜歡Oregon 很像Hogarden 不是很苦 夠冷 爽的 這個450日圓 黑毛和牛的漢堡包 超瘋的 一口 咬下去 它有汁 它有兩塊 Pelly 加一塊 Bacon 有些芥末醬汁 我們都覺得是 是粗糙了一點 這個包包 我記得是1800日圓 我覺得中規中矩 說真的 它轉得不太行 這裡有蛇手 拍給你 這裡比我便宜 大家有沒有看過東京 走鬼那集 我去到新宿那個 要1000日圓 這裡是800日圓 一個鏡頭 最均勻是48日圓 是不是48到 厲害 啊 爽 吃飽 吃飽 我們就逛逛 美國村這裡 真的很多懷舊 或者美國風的 一些店鋪 在這裡 其實會找到 很多夏威爾的T恤 我們逛逛 整個Session 都是買這些 我會啊 我都在看 - 走吧走吧走吧 看到有機店夾娃娃娃 玩一玩一玩 - Let's go 哇 抱得好 - 不要鬍牙 - 抱得好 - 脫下 - 坐下來 Goodbye - 你要去睡完畝後好嗎 - 你把什麼睡完畝後好嗎 - 你又多準啊 - 哈哈哈 - 很厲害 - 威寧 - 去完畝後好嗎 - 沒動過 早安,今天是Day4 即是我在宮古島飛來沖繩的第二天 因為昨晚我們來Airbnb已經太晚了 我們現在是名護士,因為我們開車啦 Hi! Hello車車! 我們四個人都住了一個超大的屋 我和大家遊玩一下 Copan 進來就會見到很多鞋子 因為這裡寫是十個以上的人都可以住 進來左邊是一間客房 那上面呢,大家看看很爽 有一點年代感 又有好家庭的 是一個開放牆壁 還有一個島嶺可以煮的 這個是Living Room 那Living Room呢 已經可以坐8至10個人都可以了 看我景色 這裡對著沖繩的海 因為今天都很好天 電視又小一點的,這個差一點 有什麼說什麼 Wi-Fi有兩個Wi-Fi 一個4G一個5G 六個人的飯桌 我們剛剛吃完早餐啦 帶大家看一下爐頭 那爐頭呢,是日式爐頭 可以學麵包的日式爐頭 杯杯碟碟是有的 那它給你一個Family Party 都有十幾隻碟的 微波爐 冰箱呢,你可以買很多東西 我們都買不夠了 大家看看梅酒,我還沒喝 今晚喝梅酒 有些醬料是他們這裡可以用的 油啦 各樣東西啦 這個Island有很多的杯 上面呢 WOW 這個好棒 我真的覺得這個好棒 我小時候是樹屋 上面那些 好窝啊 整件事 我示範過了 這裡走上去是很斜的 我想這裡是六七十度 其實是斜 真斜 有兩張床 所以這裡很健康 還有呢 開了燈之後 很Vintage 也會有冷氣 冷氣夠冬的 我們昨晚睡過一晚之後 它有很多這些皮和榻榻米 其實住十個八個人都沒問題 嘩 它已經早餐了 可能用高倍影比較廣角 那我肉眼看呢 其實外面已經有一個 沖繩的藍色的海 好了,第二間房 因為我們已經昨晚來了 所以都有點unpack了 那這間房子呢 都是兩張床 那床呢 就沒有Sea Wood 即是公古道 這麼不舒服 剛才不是說有兩張床嗎 那這裡還有一張床呢 如果有小朋友都免得可以睡到 然後再加一張 類似那些 榻榻米 那些 滷滷的床 那這裡又可以睡四五個了 那這裡 不是那麼好 只有一個廁所 所以呢 我們四個都分享 如果你說有十個八個 都是只有一個廁所而已 因為真的是給很多人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tower的陣 有很多不同的tower laundry room 那這個是給我們梳洗 洗衣機 還有乾衣機 都有一點年代感的 是一個浴缸 沖繩很大 就是媽媽可以跟小朋友來沖繩 有件事不是那麼好 就是這裡的水壓不是很高 還有不是很夠熱 唯一是這個 其實旁邊左右都是沒有什麼人的 自成一角去玩 還有這個元素都很raw 還沒看外面的balkony 那這裡很搞笑的 這裡有一張吊床 裡面很多蟲蟲 我們不搞它了 那這裡有一張吊椅 大家都可以吊一下 然後呢 大家可以在這裡 吃煙的吃煙 吹水的吹水 喝酒的喝酒 那這裡呢 幸好我們今早 這個景色真的很美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有條海岸線 沖整個海 然後天色很棒 就是這裡 我再鋪在右邊或者左邊的價錢 其實這裡是半山的位 公路在下面 所以我們自己開車上來 昨晚晚上都挺崎嶇 儘量租四驅車的比較高身的那些 難得一個這麼大的露台 當然是燒煙花 還有我們在超市買了一盤的煙花 我們那晚都還沒玩完 真的很好玩 我好久沒燒煙花 嘩 嘩 嘩 一秒 嘩 嘩 好響 所以我都挺推薦 我們都會轉酒店 我們是因為不同的行程轉酒店 好啦 那現在梳洗一下 我們去下光行程 Let's go 下一集會帶大家去沖繩必去的美麗海水族館 有個全亞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水族館 黑潮之海那裡觀賞禽沙 玩了三四小時 然後又去古雨利島那裡輕鬆行alg吃魚生飯 好好味的 以及去古雨利島必去的心營石 還有看見一對雙群在拍婚紗上超浪漫 下一集這麼精彩 大家記得看 大家記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放我的facebookig 看我你的心會日常 每副星期三都會出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Bye